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千古一帝漢武帝》 我是罗宾 大家好 我们上集讲到 漢武帝推行推恩令 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削减丞相的权力 设立次市监督地方 打击地方豪强 在政治制度上 推行强而有力的变革 这样 这一集 我们就来看一看 漢武帝在外交方面 究竟有什么成就 说起外交 就不能离开丝绸之路了 可能在你面前 浮现出广贸草原 漫天的野花 清澈的河水 清脆的落台零星 满载货物的各式落台队 和快乐的笑脸 这条丝绸之路 经由中亚通往南亚 西亚 以及欧洲 北非的陆上贸易往来的通道 他的辉煌历史 形成于公园前后的两汉时期 唐代达到鼎城 去到元代就终止了 长达十五个世纪 东面 他起于西汉的首都长安 即是今天的西安 或者东汉的首都洛阳 经龙西 或者故园 西行至金城 即是今天的兰州 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的武威 江亦 酒泉 敦煌四郡 出玉门关 或者阳关 穿过白龙堆 到罗布博地区的楼栏 由这里 再分为南道 北道 分别通往欧洲 西亚等地 向西方人展现东方的文明 一千年都已经过去了 几经沧桑变幻 残留的古城 棧道 残壁 暴落 黑棧 烈酒 默默地说着昔日的凡城 而这些凡城背后的剃造者 就是红材大略的汉武帝 前面几日我们讲到 汉武帝职位之后 就派张倩出示西卫 联络饱受兇奴欺凌的大粤之 希望他们能够返回敦煌 麒廉山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和他们一起对抗兇奴 那一年在公元前 139年 张倩率领了一百多名精心挑选的隋从 龙西出发 很快就进入河西走廊 想不到在中途遇到匈奴騎兵 张倩等人都被匈奴人俘虏 同时被送到善于的皇庭 这个匈奴人也很有意思 知道张倩是汉朝的使者 既不想杀他 亦不想放他走 他们就送了一个老婆给张倩 让他生儿育女 就这样将他扣留了十年那么久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匈奴人渐渐放松了对张倩的汉馆 然而汉武帝真的没有看错人 在十年里 张倩一直都没有忘记他身负的使命 有一天 张倩趁匈奴人不备 带着唐一符等手下 逃离出匈奴人的地盘 继续向西进发 他们取到天山南车的车司 经过一轮折騰 终于找到大穴之人 但是大穴之人经过多年的颠沛漂泊 现在总算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他们根本就不想放弃自己的安日生活 什么报仇说行 他们早已经将这东西抛出脑后了 张倩在大穴之苦口婆心那样勸说了年纪 还是没办法说服大穴之人 公元前128年 他只好带领他自己的随从 踏上返回汉朝的归途 在回去的路上 虽然张倩改走南道 希望尽量避开匈奴人 但还是不小心被匈奴人捉了回去 不过这一次 匈奴人忙于内乱 没有人看着张倩 一年多之后 张倩又带着老婆孩子 和唐一父逃出匈奴地区 前后经历了13年 总算能够回汉朝 汉母帝看到张倩经历九死一生 始终坚守使命 非常感动 封他为太宗大夫 之后又派张倩跟随为称出征匈奴 张倩在那里放了十多年羊 哪里有水哪里有草 一清二楚 在出征立了大功 后来被汉母帝封为伯望侯 虽然张倩没有达到出事的目的 但因为他亲自去过大院 康居 大月支 和大厦等国 对西域的地理 物产 丰族习惯 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例如上述国家出产的葡萄 木宿 石榴 芝麻 大蒜 蚕豆 黄瓜 狮子 西牛 血汗宝马 等 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导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汉母帝询问西域诸国情况的时候 张倩说 由于匈奴势力强大 所以西域很多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匈奴 他着重介绍了乌宣国和匈奴的矛盾 并建议招乌宣王向东返回敦王一带 和汉朝共同抵抗匈奴 这个就是断匈奴右臂的战略 同时张倩还建议加强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 用赠送礼物给他们好处的办法 令他们来朝拜汉天子 如果真能够得到他们 并且用道义使得他们为属国 这样就可以扩大万里国土 招离不同风俗的人民 使汉朝天子的声威和恩德 传遍四海内外 汉母帝觉得十分之好 皆予亦彩立 起工员前119年 汉军再次大拜兇奴 并控制河西走廊之后 汉母帝第二次派张倩出示西域 这一次张倩所率领的士团更为庞大 由300人组成 每人配备两匹马 带了晚头的牛羊 金白货物 价值数千万 士团先到了乌宣 乌宣王昆乐接见他们 张倩向昆王说明了他出示的旨意 因为乌宣国的国内分裂 昆王无办法和匈奴彻彻底决裂 游说乌宣东返不成功 但昆莫对待张倩等人非常友好 张倩又派遣父侍迟到大院 康居 大月支 大厦等过 在安息国 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 汉朝使者受到二万人的盛大欢迎 公元前115年 张倩出示回来 乌宣派享度和使者几十人 随同他一起到长安 便带来几十匹马 回报和搭借汉天子 顺便给他们看一看汉朝的情况 了解汉朝的广大 汉武帝看到乌宣派使者前来 非常高兴 除了热情招待他们之外 还给他们到处去浏览汉朝风光 乌宣的使者看到汉朝人多 而且财物丰厚 回报告国王 于是 乌宣派越发重视汉朝 过了年多的时间 张倩派出沟通大厦等国的使者 大部分都和所退国家的人一同返回汉朝 于是 西北各国从这个时候 开始和汉朝有了交往 因为这种交往是张倩开创的 所以 后来前往西域各国的汉朝使者 都称为博望侯 用这东西来取信于外国 外国也因此而信任汉朝使者 《史记记》记载 张倩之后一段时间 出示外国的使者 每批多质数百人 少质百余人 每人所攜带的礼品 大部分都和博望侯所带的相同 之后出示的事 习以为常 所派的人数就减少了 汉朝大致一年要派出的使者 多的时候十余批 少的时候有五六批 远的地方使者八九年才能够回来 近的地方几年就可以回来 宗教人 在大大封 中小的地方使者 既然探索黄河的源头 认为源头出在于田国 那里的山上盛产玉石 使者把玉石採回来 汉武帝依据古代图书 加以考察 明明王河发源的山 叫昆麟山 至于外国使者 除了安息、乌酸等 还包括大远西边的小国 宽潜、大益 大远东边的车司、于心、 蘇蟹等国 也跟随汉朝使者 来进献贡品和拜见汉武帝 长安城出现仍然色色的西域人 艳然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汉武帝非常高兴 張軒和汉朝使者的出访 使汉朝和西域、中亚、西亚的交通 从此开通 外里文化的输入 也由这个时候开始 历史上著名的《丝囚之路》 也从这里开始演绎 画起画碑的故事 《丝囚之路》开启之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商品等 进入大汉王朝 来自生毒的大将、孔将 来自安息国的鸵鸟、獅子等 以及产自西域的瓜果 例如葡萄、石榴、西瓜、毛花果等 乃至琵琶等乐器 都令到汉朝人大开眼界 侯武帝也非常乐意展示 大汉帝国的富足和弥强性 那个时候 侯武帝多次到海边地区视察 每次都被外国使者跟随他 都要经过很多人多的大城镇 侯武帝还经常准备封厚的礼物 想切给外国使者 给他们参观各地仓库里面储藏的物资 以展现汉朝的广大 令他们倾倒惊害 不过当时的匈奴人 给西域的影响力还是很大 同时经常侵扰 汉朝使者和往来相行 而西域诸国也涉于匈奴的武力 而成为了匈奴人的帮凶 这样汉武帝又是采取什么措施 来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听下回分解 我是罗斌 多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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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外员 北边 integrating 有声匿 大挹 匄 雟 一 一 二 大家